好接下来我们现在就开始正式上我们的这门课了 我们这门课的名字呢就叫强化学习基础 名字大家也就知道了我们主要是上强化学习嘛 那么在上强化学习之前呢 我们先看几个视频来了解一下强化学习都干了些啥 为什么我们要学它 这个是谷歌DeepMind公司在2013年做的一个研究工作 他们的研究工作是什么 让机器来学会打游戏 他们当时就让机器看了一些游戏了以后呢 让机器慢慢的去学习着怎么打游戏 这是当年打的那个游戏 这个游戏叫Atari游戏 这上面有Atari游戏 一些很简单的接级 这种最早的这种机器游戏啊 这个机器这个时代 这个游戏机时代 大家可能没有经历过 当年就是一个机器 再加上一个游戏卡就可以查进去 当然它后面有很多的升级版什么 我们我自己原来玩的是那种红白机 叫人天堂游戏 当然里面的游戏都是拉大概这样的内容的游戏 这样的内容的游戏 这是一个相当于你发个子弹 去把后面的东西打掉 然后它也会发子弹下来 如果它把你打掉了 你就死掉了一条命 就得重新开始 这个呢是弹的次数越多 就把上面的这些砖块弹掉的次数越多 你的分子越高 大概是这么那样一些个游戏 在2013年的时候 那个Deepmind就做了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做到最后的就是 这个机器学习出来的这个算法呀 它的能力能够比普通人 甚至比高手都要强一些 就达到高手级别吧 总高手级别的这种打击的这种能力 这是这是当时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就让机器学会打游戏 第二件事情呢 比较更震撼一点 也就是大家都能了解到的 就是什么 2016年的这件事情对吧 就是AlphaGo 这是我们大家对强化学习 这个东西重新认识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吧 这里面这张图就是 他跟李世识的比赛 当时的结果大家也知道 4比1 这个是跟咱们中国的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课结的结果 4比0 然后呢 这就是他的研发团队 然后呢 这个人 大卫西比尔 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个人 他在网上有一个视频体系 我们课程的前半部分 都是按照他的课程体系 以他为参考来制作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好 然后我们也是以他为基准 来去组合这个前半部分的PPT 待会我会告诉大家 为啥是前半部分 好 就是我们这个事情是我们知道的 就是这是在2016年 就是相当于打游戏后面过了三年 就变成了下围棋 这个事情已经打破了人们的这个 这种传统观念 因为机器是不可能战胜人类的 在围棋这件事情上 因为什么围棋的组合可能性太多了 甚至比原子的可能性都多了 所以他认为没有可能战胜他 当年97年的时候 那个机器 IBM的深蓝 战胜了那个 马斯帕罗夫吧 还是叫什么 就俄罗斯的一个当时顶级的相机选手 当时认为已经说 这就到极限了 这种机器能做到 这就已经不错了 不可能战胜 机器不可能具有智能 真正的战胜在围棋上战胜人类 2016年这件事情就被打破了 所以这个时候也浮现出一个新的技术 他们里面用到的叫做 深度强化学习技术 还是把深度学习技术和强化学习技术 用到了一起 但是里面做推理的核心 还是强化学习技术 到了2019年以后 他们更进了一步 打下围棋吧 我觉得这个环境变化比较小 对吧 只是下学习策略 那么就想把它用在一件 另一件事情 这个叫做心计 打心计游戏行不行 心计游戏的要求 就跟下围棋不太一样了 心计就相当于真实的世界一样 它要什么 你要去建造你的基地 然后要去造你的这些农民 要去采矿 然后还要组建你的各种各样的武器塔 去造各种各样的武器 造各种各样的兵器 还要带这些兵出去打仗 同时你还要做什么 还要去做这种探路 你要到这里面探路 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需要做的 那么人类机器 能不能学会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 你看有这么多的事情 在里面搅合着 我要学会造新基地 要学会采矿 抢资源 又要学会探路 又要学会打敌人 又要学会防守 各种各样的事情 还要学会组队 这样的事情 那机器能学会吗 这么多 2019年 AlphaStar 就成功出世了 他告诉你 这个强化学习方法 去学这个 打仗这种事情 他也能学到大师级的水平 当然这个大师 不是指的我们 现在的这个顶尖的 非常顶尖的 当然他当时打的 也是很顶尖的 就是欧美那边 比较顶尖的这种 强化学习 把那个星际的这些玩家了 他们已经跟他打平了 但水平上 已经算是大师级的水平了 就是这样的 这个任务其实很难的一些任务 这里面你看 那包括这是一些采矿 所谓采矿就是 你要去从外界获取资源 你要造这种 获取资源的 他们叫农民 去采这些各种各样的矿 然后还要建造各种各样的基地 然后还要去出去探路 包括后面的一些打仗 就是这是一个很 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也要有很多的操作单元 但是AlphaStar也把这件事情搞定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你看我们从最简单的 那个Atari看起来很简单 就是安罗安罗 在这种简单场景下 可以打赢 就是很单一的场景下 强化学习能干 大家还是觉得 这件事情很简单 他能干 也没有什么太多稀奇 到2016年 AlphaGo很空出世的时候 觉得强化学习这个东西 用来这件事 这件事真了不起 到了2019年 又是个三年 三年后就出现了这个什么 AlphaStar AlphaStar甚至能去探路 你看他现在已经出去探路了 然后还能造矿 还能打仗 最后还能赢 还能达到大师级的水平 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这个 智能体 已经说是这种智能体了 但是到了2016年 到了19年以后呢 AlphaGo又一点点 不对 这是19年了 这是2019年 到了又过了三年 到了2022年 就是今年 那个DeepMine又发 又发了一个新的基础 叫做Alpha F-L-O-W F-O-W F-O-L-W 就是他能预测 那个蛋白质的分子结构 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在生物医学上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能预测 那个已知的 这种所有的 这个蛋白质的分子结构 这就很厉害 就将来就能产生新的嘛 他就能做预测事情 就能产生新的 或者合成新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嘛 所以这就在生物上 也获得了进展 所以这个强化学习 在这几件事情上 都获得了进展 而这些事情 我们通常都是只能认为 只有人能做好的事情 所以是一些很牛逼的事情 包括他后面 还做了一些事情 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 大家也可以先看看 这个视频是什么 这个视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我们让这个 这是我们建国了一个人类的模型 就是把人类的动力学习和环境动力学都给他了 你怎么样能够活着平衡的这样的事情 我把这个地方都给他了 然后这样是告诉他一个目的是 从A点到B点这样的一个任务 然后呢 这中间有很多的跨栏 很多的栏杆啊 这些东西 你就自己的去学习 在这个学习过程 我也不告诉你 我该怎么样 反正你才是用你的动学的这些东西 去给我达到最终的目的地 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 就要学会走路 学会跳跃 因为走路 不会跳跃 他就过不了这些坎 对吧 像刚才那四角的直播 他不会跳跃 他就会掉下去 所以你要学会合适的 然后达到最终的结果 包括你看这个 你看这些东西呢 我们就是强化学习 在学习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告诉他人 是怎么运动的 他是自己学的 所以他会 你看他 他也能保持平稳 但是他走路很快 你看这个手在那 不停的 只想他这个 所以他这种地方也能保持平稳 是他自己 智能体自己 说得出来 我们没有告诉他 人该怎么走 该怎么跑 就是他自己说出来的 所以他这个资讯 都是怪怪的 看见了吗 就是这样的 一个事情 包括 当然他也不是 所有的时候 不如的 他也会失败 摔死 那么摔死了以后 智能体就在这一步 不停的试错 然后去找到正确的答案 达到最终的目的 这也是一个 强化学习的应用 这就好的 这就好在 是有个机器人场合 或者什么 我不可能拿真实的机器人 去考虑 我可以先到这个 模拟环境中 把这个动力的环境 机械 防御的环境 让他那里 起始了以后 但他真实的用意 就居住 这是他学到了人的 这个走路 应该人走路 跳得怪 但以后还能保持平衡 我们这人肯定不会这样 但是如果 从动力上考虑的话 他这样 你就可以实现直立行走 所以也是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情 包括强奥学习 后面还能干什么呢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做什么呢 做机器人的 这个例子 你看 这个可能进得太快了 这个例子里 就是我要训练机械臂 去抓取 原来我们都是边沉边死了 怎么动 看到什么 动多少角度 然后抓取 现在不要这样了 我就告诉你 这样的任务 是把这个东西抓取出来 把盒子里的东西 一个个抓取出去 然后给他看各种 很多这样的动物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各种各样的抓取东西 都丢在那个盒子里 当然不是一次性 每次丢几件 每次丢几件 然后让他去学会抓 他抓成功了 我就奖励这种行为 慢慢的我就在他学 失败了我就去调整 只至我能把这里面的东西 都抓会 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 然后他就是设计了 这样一个系统 让机器人都可以的学 学完了以后 你看这是他设计的算法 这个地方是什么 他的系统 是他的书 采集到了当时观测到的摄像头 和以及他的抓币的信息 然后给了一个人工智能算法 也就是我们强化学习算法 强化学习算法会做一个决策 就像这样做这样的决策 他就可以去挖掘 去不是挖掘 去抓取这样的任务 这就是强化学习的好处 可能大家也看见了 那个大狗Big Dog 那样的那个 波斯顿动力的Big Dog 都是类似的强化学习的方法 就是我不是说 在编程把它编死 还说你遇到这个情况该怎么样 遇到那个情况该怎么样 像EVILS的那种 或者Case Case by Case的那种 而是说我给他一个任务 让他不停的去学 像这个任务里 他首先就要学会 把这些东西打散 然后再把东西一个个装过去 这些都是我们让机器学的 他自己去学习 我只是告诉他目标 怎么完成目标 你去做 但是我会让你说 你完成了 比如说你通过的时间越短 像这个抓取任务 抓取的时间越短 就越有 我就不停的让你自己去到这里面 找到最优的 就像人一样 莫到遇到一个环境 我就不停的去学习 然后去变得更加强大 这就是强化学习 已经做过的一些事情 当然他还可能做更多的事情 比如说投资管理 就像你买股票 我还是怎么来投资 然后我最后能得到什么样的收益 包括发电站控制 我要发电站的发电 同时也不要他那个超标 什么样的事情 包括人机对话 这些人机对话技术里面 就是人跟机器怎么对话 自然语言理解里面 也会用到强化学习 去做这样的对话管理 包括我们现在 我们组也在做计算机视觉 把强化学习 用到计算机视觉技术里面 去解决一些问题 为什么 因为人在做很多图像的时候 处理很多图像的时候 就是一种直觉 并没有说端对端的训练 它这种直觉 也导致了我们可以用强化学习的方法来做 这样的事情 也是一样的 好 这是我们前面先看到了一些表达 这些表达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先去看看强化学习能做什么 在我们不了解技术的情况下 我们作为一个外行 我们先看看热闹 那么看完热闹以后 觉得这个事情其实看见没有 还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我们接下来就想 这门课的任务 就是给大家讲讲里面的门道 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 这一课要讲的内容 这一课我们大体上分为这八块 第一个是我们这节课要讲的 强化学习介绍 后面有些块 你看后面的几块 这些块名字大家都很怪 有些马尔科夫决策过程 有些可能听过 动态规划 无模型预测控制 价值函数逼近 策略踢队法 执行者批评者方法 连续动作空间的确定性策略 这些名词对大家来说 可能一个都没见过 或者很不熟悉 没关系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就是让大家一点点的把这些名词熟现了 这些名词熟练了以后 这里面后面包含的概念和方法熟练了以后 你的强化学习就已经入门了 你可以去看近几年的强化学习的理论研究也好 是达到领域里面的应用也好 你就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这就是我们推门课要讲的内容 和要达到的目标 就是让大家学完这个知识了以后 能够把强化学习的基本的脉络里清楚 它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套路 它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什么样 它有哪些经典的技术方法 然后在这些基础上 将来大家就可以去做 我就看最新的一些研究 跟强化学习相关的研究 或者强化学习的应用 就无障碍 因为这些东西 强化学习跟之前我刚才讲的 在机器学习和那种深度学习 就是跟我们学们想的有间的学习 无间的学习和深度学习 还是有些差别的 所以它的这个体系呢 你原来的那些知识 在这里面借鉴起来就非常困难 所以你要从另一个角度去 向着重新学一门 这个学习方法的算法的时候的 那种感觉来做 所以我们就是向大家建立这样一个体系 好 那么这节课需要一些先导知识 当然这个先导知识是在后面才有的 就是一些关于神经网络的 一些基本知识 如果有新学的同学呢 可以先去学一下 因为后面我们需要这些基础知识 那么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下 这个计算机视觉与深度学习 这样的一个视频课程 这是我自己本人讲的一个视频课程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主页上了 主页上大家上面有四门课程 其中有一门就是A02这门课程 就计算机视觉与深度学习 这门课程 大家可以看看这门课程 也就看看这门课程的前六个 这个前六个部分 看到这就为止了 因为这门课程底下还有 但是只能看到这为止了 如果大家觉得访问这个网站麻烦 你就可以直接访问上面这个BD BD网站可以直接连过去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 一直看下去 就看到这个地方 就了解一下深度学习 卷积网络这些基础知识就够了 因为我们后面会用到一些 这样的基础知识 当然如果大家了解的不是特别清楚 先知道这个地方 大概是个什么事情的时候 回头我们再去看这个深度学习 也可以 没有问题 因为现在的进展 我刚刚也说了 AlphaGo的进展 AlphaStar这样的东西 都是把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合在一起 我们所以还是要有一些 深度学习的这个知识结构 好吧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讲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了 也就是我们的第一讲 强化学习介绍 我自己 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我是人工智能学院的 我叫鲁鹏 对吧 我们这门课的前半部分 大体上都参照了 这个David Silver 就是我们刚才给你们在 那个AlphaGo团队里面 宣出来的那个人 他的一个课程 包括PPT的制作 我觉得他这个课程 在这个内容组织上 其实是很有条理 很有讲究的 通过反护去品了一下 我就想喝茶 想多品几次以后 我觉得这个在所有体系里面 他前面那部分是讲的特别的好 所以我们就沿用他那个体系来讲 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们 和到团队在这个方面做的工作 然后我们这个PPT呢 我的PPT呢 是我的研究生 石正公和邱吉来做的 也要感谢他们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上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我们主要会讲 五个部分的内容 这五个部分分别是 首先我们讲一下 大概聊一下强化学习 然后再讲一讲强化学习 里面的基本要素 然后再去重点讲一讲 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就是智能体 智能体是它里面的 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然后再讲一讲 智能体的分类 以及强化学习到底有些什么问题 就要我们去考虑 或者说我们在未来的学习中 会去主要解决哪些问题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课 要讲的主要内容 然后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强化学习 实际上强化学习 跟其他学科里面的 有一些相同的这个名词 来代替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叫强化学习 在计算机学科里面 它也可以叫机器学习 它是机器学习的一部分 在工程领域里面 可能是自由控制 自由控制面临的问题 跟强化学习是一样 然后在数学里面 有一个叫运筹学 也是跟强化学习类似 他们处理的东西都是类似 或者说他们研究的问题 都是一样的 然后在经济学里面 比如投资学 在心理学里面 比如说这种刺激 就是心理学里面 我刺激你 然后你会有些反馈 就是这种刺激和反馈之间的 这种研究这一块的学科 也是这样的一个 因为强化 就是不停的刺激 比如说你摇个铃 狗就过来 摇个铃狗就过来 为什么 你第一次摇铃放过尸的 狗就过来 第二次摇铃 再放过尸的 狗就会过来 你第三次摇铃的时候 它就会自然的出来 这就是什么 形成了刺激和反馈 对吧 这就是强化狗吃食 这件事情 一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脑神经科学里面的 这个奖励系统 就像我们人的 这个人说驱动人的是什么 是多巴胺系统 因为分泌的多巴胺越多 你就越happy 所以人一直不停的追求的 就是分泌多巴胺 做各种各种的事情 都是分泌的 读完 就是为了这个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说强化学习有很多的 在不同的领域 可能有不同的称呼 我们研究的问题 都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先把强化学习 跟其他领域的这些叫法 先进行一个说明 好 讲完了这个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讲一讲 强化学习 跟之前大家学过的 积极学习有什么关系 积极学习方法有什么关系 当然强化学习 也算积极学习里面的 一个门类了 对吧 都是学习 机器去学习的门类 但是我们会把它单独拿出来 叫做强化学习 为什么要拿出来 那就因为它跟别人的不一样 我们首先 遇到最多的 或者我们自己学习里 讲的最多的 或者花的课时最多的 就是有监督学习 有监督学习就是什么 通常是用一类 一类样本 一堆样本 不一定是一类 一堆样本 然后这堆样本里面 每个样本的标签 我是知道的 我去训练一个 样本到标签的 一个映射关系 对吧 比如说这张图像是猫 那你有一堆这样的样本 我将来就学这个图像 到它的所谓的标签 就是样猪狗 鸡猫这样的标签上的映射 我就学会这个映射 将来你给我一张未知的图像 我就用我训练好的 这个系统去预测 对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 有监督学习问题 它的最高的层数 就希望它什么 像人一样能够做决策 对吧 我们没有希望它超过人吧 只是希望它跟人一样 因为你的人标的样本 都是人标准 那我就希望它跟人一样 能达到这个结果 这就是有监督学习 那么海类学习就是无监督 无监督通常是相对于有监督的 指的是什么呢 我的样本没有标记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任务就不一样了 它并不是为了学A到B的映射 它是希望从无标记的数据中 找到隐含的结构或者模式 这个东西怎么理解 举个例子 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比如我现在是一个平台 我下面有很多的视频 有100万 就是我是一个视频播放平台 我上面有100万的用户 也就是100万的终端 100个终端 100万的终端 或者100万个用户 现在呢 我有ABC三个广告商 要给这个打广告 在我这平台上打广告 那么我有100万个用户 我每一个用户 必须要收一块钱 我才能赚回成本 那我就说 在这一个时间点内 我要100万用户 我要收回100万 才能赚回成本 原来ABC三个人来做广告的话 我这个地方 要么给A 要么给B 要么给C 对吧 我给他一个人 给A的话 那么他打了这一分钟广告 这100万个用户都看到了 然后他付给我100万 但是实际上 这个方法 我不管给ABC 给谁 我的收益总是固定的 为什么 我这一个时段 只能给他们 只中的一个 不能给他们 同时给他们三个 那有没有一个方法 能把这个收益 变得更大呢 那怎么变呢 其实ABC 三个人是不同的 比如说有人是买 A是卖老人产品 B是卖儿童产品 C是卖年轻人产品 那我的终端后面 其实也是有不同的人群的 你把这个老人产品 打给年轻人和儿童 其实没有意义 对吧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我这一个 我怎么把ABC这个广告 这三个 这三个广告商的广告 同时打给我需要的人 比如说A就打给我的 这个老人 B就打给儿童 C就打给成年人 我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我就得对中端后面的人 进行一个分类 但是我并没有 你想大家上传中端的时候 很少去标自己的标签吧 或者标的也不准确 那怎么办呢 我就要根据每个中端 或者每个用户 他的收视习惯和他的访问习惯 把它表示成一个向量 那么这有一百万个用户 就有一百万个向量 我去采用一种技术 叫做聚类技术 我按照相似性 把它们分成三堆 就把这些人 自动的按照特征的相似性 你不是每一个用户 就变成了一个向量吗 就是所谓的特征 那一百万个用户 就一百万个向量 我把这一百万个向量 用一种技术叫做聚类 去成三堆了以后 为什么他们能到一堆 因为他们向量之间有相似性 也就表达了 这些人有相似的收视习惯 那么可能就是某一类人群 比如小孩总是那个点看 看什么内容 老人总是那个点看 看什么内容 年轻人总是那个点看 看什么内容 这些东西 他们就会自动的 根据自己的相似性 聚成了一堆 这就用到一类聚类算法 比如大家之前学过的 K-means和混合高速模型 这样的 那么通过这个聚类的过程 我就发现了 这数据里的三种模式 不一样 对吧 这ABC里面 这里面当然你现在还不知道 ABC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我再从 我聚类的三个堆里面 把这一百万分成三堆 按照他们的相似性 我再从三堆里面 每一堆选出几个点心样本 看一看 这堆选个点心样本 选几个点心样本 都是张三 都是小孩 这堆选的几个样本 都是老人 这堆选几个点心样本 都是什么 那这样我就知道了 怎么样 这三堆人是什么 那这样的话 将来给我ABC 三个厂商的广告 我可以一个时段全部打出去 为什么 A的广告在这个时段打给老人 B的广告打给孩子 C的时候打给什么 打给那个成年人 然后呢 那我作为一个平台商 我像A收50万 B收50万 C收50万 那我的效益 就可以达到一百五十万 而对我的厂 那个打广告商而言 打广告的那个客户而言 他们每人只能付出50万 所以这就达到一个双赢的结果 但是要做到这个双赢的结果 你就得有一种算法 叫做无监督的算法 因为我没有后面的标签 我只有通过他们的相似性 去据类 找到数据之间的隐含的结构 或者模式 他们的相似性 然后再去分析这些 不同的堆之间的关系 你分析一百万很难呢 但是我分析三堆之间的关系 每一堆里面挑那么五个人 打个电话问问 总能确定这一堆的性质吧 这样我就可以做到 这种发现隐含的结构 或模式 这是无监督 但是我们强化学习是这样吗 强化学习可不是 强化学习 就是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做什么能使素质 收益最大化 比如说我们打游戏 我们希望打的分越高越好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怎么能做到这个事情呢 就像我们小时候自己训练 我不知道大家是这样 我小时候喜欢打游戏机 那时候打戒机 我们那时候很顺行 我们就去打戒机 不停的打打打 最开始的时候 可能打 那里面还有一些那种 空战的游戏 你可能打到第一关就死掉了 后面越打到最后越来越近 为什么 你可能连飞机从哪来 什么时候发什么样的子弹 从哪赌 你都知道了 慢慢的就摸索到规律了 就能 你的能力就在提高 也就是你的 你的飞行器驾驶能力 或者这种控制能力 就会越来越高 夺子弹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 你的能力就会 就是你会慢慢的怎么样 打到最后 可以把这个整个的游戏打穿 我们叫打通关 全部关都打通 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吧 这个学习过程中 你没有告诉我 这一针该怎么做 那一针该怎么做 那一针该怎么做吧 对吧 只是希望你最后打到最后的结果 这就是强行 我只告诉你 你打到最后结果 分越高越好 那你就在这个过程 不停的去根据 每一针是什么 其实你没必要那么去注意 甚至像我们下游 下围棋那个情况下 下围棋 你说你最后的目标是什么 要获得最后一针 最后的胜利 那么你中间哪一步棋 该怎么下 有确定的答案 告诉你是 该下这儿是正样的 下那是不样的 或者下这儿是好 下那是坏的 没有 甚至有些时候 我们为了最后的胜利 我们可能开始的时候 中间有些地方 我们会什么 放弃掉某些利益 可能局部上我们是失败的 整体上我们是成功的 所以他整体上 是为了最后一个目标 中间要经过很多次操作 才能得到 所以这就是强化学习 他知道最后目标了以后 我要去学习怎么操作 才能达到最后目标 或者是最大化我的期 那个所谓的reward 或者说我们叫做奖励 让自己越来越开心 也好 就打游戏 飞越高 越来越高 也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他既不同意 无监督 也不同意有监督 虽然在强化学习过程中 现在的强化学习 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用样本 但是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无监督呢 意义还是不一样的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好 讲了那个以后呢 我们再来把强化学习的 多点进行一个归纳 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 强化学习跟原来的那种 积极学习的 有监督和无监督 到底有什么区别 第一个 首先我们没有监督数据 就像刚刚说的下围棋 你咋监督 这一步到底该怎么下 是好是坏 你咋监督啊 因为你的那个棋盘这个局面 为什么围棋难呢 就是因为他的棋盘的局面 你没举出来 是一个非常天文的数字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局面 在历史上可能都没出现过 都有可能 所以你说你怎么能 给他标签呢 你也很难标 第二个 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你这一步好 一定代表着未来好吗 那不一定啊 有些时候我们未来未来 还得放弃现在呢 所以这个问题 不是一个监督问题 我们有的只有奖励信号 就是最后一个赢 对吧 奖励信号不一定是实时的 有可能存在延迟 这我们刚刚说了 就下棋就很典型嘛 我就一直到最后 才有可能知道我赢还是输 对吧 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为什么说时间是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呢 因为我们在机器学习里面 我们知道 我们给了一堆的 有监督学习里面 特别是有监督学习 你给了我一堆的训练样本 这些样本是独立的采样子 一个分布 对吧 那么样本与样本之间是没有关联的 这时候我们的机器学习 所谓的基础理论 或者近似理论才能被用得上 所以我们每次都要求 啊 机器学习算法 要求你学习的这些数据 是独立同分布的 当你不是独立同分布的时候 我这个学习方法的性能 就会几句的下降 甚至出现过你 对吧 这就是我们出现的 原来机器学习要求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问题里面 当时间是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想 我采集的样本是 第一时间 第二时间 第三时间 第四时间 第五时间要做决策 那这些样本关系 肯定是有关联的 所以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它就不是这种 独立同分布的 这些样本之间不是同分布的 它是有关系的 更要命的是什么 自动体当前的动作 会对未来的动作有关系 这个样本的动作 会严重的影响到 另一个样本 后面的样本 对吧 所以这个观念是很强的 不是我们想象中 那么弱的观念 我们可以还是用学习 把它当做传统的 那种有间座学习来对答 我学习算法 只要它是独立同分布的都可以 所以这就导致了 我们强化学习 其实有些时候 训练的还是不很稳定 不像有间座学习 你只要把模型打好了 张三聚训 李四聚训 王五聚训 可能都差不多 但是强化学习 其实这个算法本身 现在还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就是因为它有时间因素 有智能体的 对后续的影响 这样的一些相关性 实际上导致算法的稳定性 还是有问题的 好 上面我们就讲了 强化学习的基本特点 其实也是让大家把强化学习 跟有间座学习 和无间座学习区别开 也让大家了解到 强化学习实际上是一个 奖励信号驱动的学习 它不敲击每一步里面 一定有对有错 但是它要求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满足我的要求的 对吧 这是说的强化学习 然后强化学习呢 它包含几个基础要素呢 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既然说强化学习 它是一个跟别人不同的 那强化学习到底有哪些东西呢 强化学习里面会考虑哪些东西 会有哪些概念呢 我们就来讲这件事情 第一个给大家提到的概念 就是奖励 奖励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反馈信号 也是一个标量 也就是一个时速嘛 反应了什么 用这个R表示 下标T表示什么 在时间不T时候得到的奖励 在T的素质越大 表示什么 智能体在这里面 在这个时间段工作的越好 在这个点上工作的越好 当前的智能体 为什么 奖励越大 当然越好了 对吧 我越happy 那证明这个智能体工作的不错 对吧 那智能体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我们希望智能体 一个好的智能体 是个什么标准呢 什么叫好啊 就是最大化累计奖励 就像我打游戏一样的 分最高的那个 一定是最好的 对吧 我们的智能体 就是希望自己能成为 全世界 全宇宙里面 打这个游戏分最高的 那就厉害了 对吧 所以智能体的工作目标 就是要最大化 累计奖励 而不是这一个时刻 这个累计的意思就表达了 我有可能现在要放弃掉一点东西 去赢得将来的东西 更大的东西 对吧 这就是智能体的工作 最大化累计 这也是我们强化学习 基于的假设 就是你得基于强化学习 基于一个假设 就是什么 奖励假设 就是我为了什么 奖励假设的定义就是什么 所有问题的目标 都可描述回最大化期望的 累计奖励 这是累计奖励 我要最大化累计奖励 这件事情就是刚才说的 我要是我的目标就是分最高 我不管你中间怎么搞 分最高最好 对吧 你要找到这样最优的策略 那里面这里面还有个期望 期望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不能说找到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或者这条思路 或者这个策略 偶尔一次打出很高分 大部分时间都不行 那也不行 我们的期望是说 你不管怎么打 你打一万次 一百万次 这个平均水平都很高 对吧 期望就代表着 平均的累计水平很高的意思 而不是偶尔一次机缘巧合 你搞个高分碰巧 虾猫子 碰到死号的那种 是 期望的意思就表达了 这个虾猫子碰死号的 确实很牛逼 要区分这件事情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累计奖励 好 这也是我们要讲的 第一个概念 讲完了第一个概念了以后呢 当然我们现在还可以 给一些奖励的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真实的任务中的一些奖励 比如说 我要控制直升机进行飞行的 那个直升飞机进行飞行的 特级表演 那我的奖励是什么 你跟随我预定的轨迹 三五公斤的轨迹 那你就得这么分 堆积了你就得负分 那我的这个智能体 如果得了负分 就证明智能体不行 我要不停的去调整我的参数 让它尽量的得分越高越好 投资管理也是 我赚钱了就行 就是挣分 不赚钱就是负奖励 你的智能体也知道 哎呀我现在是负奖励 我要去优化 挂单价也是 生产的电量越多越好 但是也不要让你的机器挂掉了 二无安全预止 是吧 同时呢 Atari游戏也是一样的 分高就是得一分 这个很直接了 Atari游戏上面就本身就有分 那个分数就是你的奖励 这个分越高越好 对吧 然后呢 奖励还有分数减少 那就是负奖励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定义了奖励值 奖励是一个时速 我跟大家说过 它是一个时速 是我们跟环境 我做了一个动作给环境 环境给我的一个反馈 我做了一个动作 哎 这个东西给我一个反馈 让我觉得怎么样的 这样的一个反馈 如果我这个东西表现的越好 你给我的反馈应该越高 我表现的越不好 你给我的反馈应该越低 当然我们现在这些反馈 都是什么 即时的 就是现在这个点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RT时刻 而我们真正智能体关注的 不光是RT时刻 是累计啊 就这样的一个事情 希望大家能区别一下 这两个概念 一个叫即时奖励 一个累计 我们强化智能体 关注的是累计 但是累计的前提 肯定是要你每一个时间段 每个时间点都得有奖励 对吧 对吧 只算出来 当然这里面也说一个问题 刚才我说了 奖励不是像下围棋 可能到最后才有奖励 所以这个奖励的 这个奖励 到下完一盘棋才有奖励 就表示这个训练过程中 奖励的很稀疏 这种其实也是强化学习的 一个难点 所以这也谈到奖励的问题 因为奖励不是 所有的时候都有嘛 就这样一个概念 好 讲完了奖励呢 我们要讲第二个概念 就是序列决策 强化学习的这个智能体 它是一个序列的决策过程 它的目标是什么 要选择一序列的动作 最大后未来的奖励 所以它不是说 我做一件事情 马上就能达到很好的奖励了 这就跟 为什么我们人 做一些事情比较难呢 因为做成一件事情 它会涉及到 十个到一百个环节 假设每个环节 成功概率有0.5的话 你一百个环节窜下来 成功的概率有多少 所以有些事情能做成功的 只有极少数人 就是因为它的环节太多 每个环节都有 其实我们就两个动作 好或者坏的话 你选按钮 你选一百个按钮 能达到真正的结果 都不容易 对吧 所以你每次成功的概率 都0.5 那你就让0.5串下来 你做一百个动作以后 你成功的概率就很小了 这就是为什么 在我们真实生活中 很多事情要做到很定尖 很难的原因 因为中间有太多的 可选择余地了 对吧 但凡有一个选择不好 你可能整个都下去了 所以我们智能体 追求的是什么 一序列动作 来最大化最后的结果 所以我做事情 是一序列动作 来达到最后的结果 这也是跟我有监督的 不一样 有监督的一锤子买 给我一个数据 我给你一个结果 对吧 无监督的 给我一堆数据 我给你结果 我并没有对新的数据分析 我只对你给我的 这一堆数据进行分析 是无监督 那我们这个不一样 我们是对一序列 我要一个目标 你要做一序列的决策 有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智能体的行为 可能是一个 很长的工作续练 但围棋是一个典型的 对吧 他都说要讲的 也是连迟的 围棋也容易理解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 宁可牺牲短期 短期有时候 是不一定是最优的 来获取长期 所以整个我们来说 强化学习要做的事情 就是训练决策的问题 对吧 因为要达到结果 中间有很多的决策步骤 每个决策点 我都得做出决策 最后这些决策 联合起来最优 而不是说每一步最优 所以才能达到 我们所谓的序列决策 有些问题是 步步优最后优 但是有些问题还是 你中间每一步都最优的 未必最后是最优的 因为它是一个组合的问题的时候 就未必是 两个顶尖高手凑在一起 未必是最强的双双组合 就是这样的道理 好 这里面我们就讲完了 第二个概念就是 强化学习 它是一个序列的决策过程 第三个概念就是 我们这个强化学习里面的 一个核心的元素就是智能体 我们要去提升的 就是智能体的能力 智能体就好像 我们的一个大脑一样的 它接受观测和什么奖励 来输出下一次的动作 就是我看到了观测 观测就是我看到了 现在的情况 我看到了棋面 看到了这个 或者我打游戏 看到了我现在的分数 和我现在看到的画面 然后我就要做决策 我刚才像我那打弹球 那个球技 那个弹球的底下 那个杆到底是向左走 还是向右走 这个就是我要做的决策 这就是智能体 它要关注的三个事情 关注 奖励 那么智能体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一定是要跟一个什么 环境在一起 对吧 就像这个世界里面的这个 游戏机 它里面就有个环境 对吧 我是跟游戏机 跟环境进行交互 我这个大脑是跟环境进行交互 对吧 来获得一些这种风高 这种奖励 就这样一个概念吧 那么这里面 对于智能体而言 在TIG时针步骤 它会看到什么 我的分数 奖励 以后看到当前的画面 我做出 DT个决动作 做出DT个 就是我接收到观测 接收到了RT 这个时候的分数 接收到了动作 不要 执行了动作 不是接收 我执行了动作了以后 这个动作就会去影响 这个环境 通过就通过这个摇杆 左右来移动 这个 这个是左右移动 这个来发子弹 通过左右移动 再加发子弹 这个事情 来控制这个里面的 这个小人 然后呢 环境就是我的这个游戏机 接收到了我的指令了以后呢 产生相应的观测 打没打中 是不是 或者说 我打没打中敌人 敌人的子弹也没打中我 这是他要产生的 同时呢 他会产生一个分值 我打中了敌人 他会把分值增加 对吧 所以 我拿到动作以后 就会产生 环境就会产生新的观测 这个时候 这种体就会看到新的观测 然后也会产生新的标量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符号 OT和RT 是表示在AT之前的东西 AT做完了以后 又会得到新的OT加1和RT加1 这是一种默认约定俗成的 就可以大家理解 先看这一本输入 再看这本输入 能理解吧 是这样一个概念 输出了以后 到它来后 它又会产生新的 到它了 它的动作输出到这来以后 它又会产生新的什么观测 就是OT加1 RT加1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希望大家能理解 这个字母的符号是这样定义的 然后有了环境 有了智能体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跟智能体进行交互 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概念 叫做历史 为什么要有历史 其实我们交互完了以后 我们的动作不就是基于我们交互历史 我们之前做了哪些工作 来确定我接下来该怎么干嘛 所以历史就表达了我们 用于做决策的一些信息 那么历史怎么记录呢 第一次观测 第一次分数 好做了一次 第一次动作了以后 好系统就给你输出了什么 说这个动作 第二你看到的 你可以看到的结果 就是你做完动作以后 我给你的响应 以及你得到的奖励 这个动作的奖励 同时呢 你又会在这几次上去做第二次动作 就这样一个序列下来 这个就叫做一个叫做历史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历史 因为我做将来的决策 是要跟历史相关的 所以我们就要关注历史 这里面有两个环节 一个是智能体 智能体关注历史 是为了什么 选择动作 环境关注历史 是为了什么 选择我下次给你看什么样的结果 因为你的历史动作决定了 下一阵是什么样的结果 对吧 以及我给你多少奖励 所以历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在我们真正分析任务的时候呢 你智能体做决策的时候 用历史这个概念呢 有点不太好说 我们就会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什么 状态 状态是一种用于确定 接下来会发生事情的信息 什么意思呢 状态就是把历史的 这些东西里面有用的信息 进行一个打招 把历史的信息通过一个函数 就可以意识成这个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里面 就包含了历史的东西 我们只要用这个状态 去做决策就好 所以我们说的所谓的状态 就是把信息 历史的信息 进行了一个包装 封装在这一个概念里 不要我们老是讲 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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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的是状态这个词 状态这个词 跟我们的这个观测呢 有一点点不一样 实际上也有观测的意思 但是状态就更强调说 我们把历史的信息都用上来了 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在这里面还是用 在我们后面的讨论里面 我们很少讨论观测 其实我们人是经过观测 来做决策的 但是在我们这里面 为了区别一下这个观测 观测是一种看到东西 我们用一个叫做状态的东西来说 状态比你观测到的东西 可能要多 我们可能定义很多东西 不一定 有些都不一定是能观测的 我们把它定义成状态 为什么要引入状态 就是这个概念 就像我们刚才GGB抓那个东西 我除了要把那个场景 看到的东西输给我 我还要把GGB的当前状态 当前的这些什么位置姿态 当做一个描述 来描述当前的这些信息 所以那个时候用观测 就不太合适 所以我们用一个 另一个概念 用信息 用状态这个词来描述 这个东西就比较合理 我们知道状态是跟什么 历史相关的 是历史的一个 经过一个变换 得到了一个结果 我们希望它包含 所有的有用的信息 用于我们未来的决策 这样的一些信息 不管是智能体的决策 还是环境的决策 这就是我们引入了 一个概念叫做状态 除了这个智能体环境 是主体客体交互的 然后为了表达 他们之间的 这个做决策的依据 或做决策的一些 重要的东西 我们把它包装成了 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状态 状态跟观测 还是有一点区别 我刚才给大家举了一下例子 好 有了状态以后 我们就要来区分一下了 状态 当然你说状态 谁的状态 环境有状态 智能体有状态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环境的状态 环境的状态 它就是这个游戏机里面 它的程序处于哪个位置 甚至说我们说指针 像机器运行的 都是指针 指针指向哪个位置 它的上面刚运行 下面刚运行 那就叫环境状态 它是内部状态 你指针运行到哪 跳转到哪 就能确定我下一个 给你多少观测 给你看到的是什么 画面是什么 给你多少奖励 这就是环境的状态 用1这个字母来表示 对吧 s就表示状态 b表示什么 p时刻的状态 b就表示环境的状态 所以对这个任务来说 状态是机器内部的东西 对我们智能体而言 通常是不可见的 所以这是我们强化学习 面临的问题 就很多时候状态 这个机器怎么中的 我们不知道 我们打游戏人就这样 我从来不去关心 这个里面的程序 是怎么样的 我去把程序反编辑出来吧 如果我不是想去 盗版程序的话 我根本不看 我把程序编辑出来 我就想怎么去掌握这个东西 没有哪个打游机 偏天 打游机的同学 天天坐在那 我就想通过打游机 把他程序反编辑出来 把他的逻辑 内部的工作原理 反编辑出来吧 这个很难的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他的状态是内部的 他也是用来驱动 他的奖励和观测的 这两个概念 总而是不可见的 有些场合 即使他是可见的 可能也包含了 大量不相关的信息 当你给我的一个状态里面 包含了不相关信息 太多的时候 我用这个状态 下量去分类的时候 其实是性能非常低的 或者做决策的时候 性能非常低的 为什么 这里面大量的 都是造成信息 有用的信息那么一点 你希望我的算法 能够从这样大量的造成 里面去找到有用的信息吗 很多时候是很难的 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能帮助处理的 尽量把它一些 不重要的东西给记点 对吧 而我们现在只是讲的 环境状态 告诉大家 这是系统的东西 我们很多时候 是没法拿到的 我们通常智能体里面 自己大脑里面 有一个东西 也就是智能体里面的 一个东西 就是对内部 对信息的一个表达 对我看到的环境的 整个信息 对我当前 整个信息的一个表达 这叫智能体的状态 智能体的状态 才是用来做决策的东西 它也是强化学习 使用的信息 强化学习里面 主要使用智能体的状态 来决策 对吧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事情 那么智能体的状态 当然也是历史 这个动作序列的 这个历史 有个一系列动作的 这个 这里面希望大家 能够区分哈 智能体的状态 和环境状态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上面有个A 这样来了以后 我们很少再去谈环境状态 基本上谈的是 我一说状态 就说的是智能体的状态 很少去说环境状态 因为我们智能体 算少关注智能体 对吧 当然智能体的状态 跟环境状态 之间是有关系的 对吧 什么关系呢 我们待会回去看看 现在呢 我们现在定义了一个状态 状态我们知道了 它是跟历史有关的一个函数 但是这个东西呢 跟历史有关的这个函数呢 还是不好表的 我们现在给大家 引入另一个东西 叫做马尔可夫状态 也叫做信息状态 马尔可夫状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状态 它可以包含历史上 所有有用的信息 这句话怎么理解 好像理解起来很背景 这件事情大家能理解吧 就是给定 S1到ST PS1 ST加1产生的概率 等于 只要ST的情况下 ST加1产生的概率 也就是说 S 这前面这段东西 都不重要了 他做决策的时候 这些东西不重要 只有这个东西重要 对吧 给定了这个东西 我就可以知道 这个东西的概率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状态 包含了历史所有的信息 有它就够了 我就可以做下一次决定了 这就是马尔可夫状态 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用说 要跟历史相关了 我只用拿到 上一次 就当前的这个状态 就OK了 其他的信息 我可以 其他的历史状态 我已经不需要了 这就是说 我们说的信息状态 也叫做马尔可夫状态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概念 因为我们 因为马尔可夫 概念状态了以后 我们将来分析问题 就很简单了 我不用分析历史 来做决策 我就分析当前 我知道当前 我就可以做决策 这个大家也容易理解 你比如说 我走一个迷宫 我要从这走下 走到这来 这中间都是墙 什么东西 有一些东西 你可能有些道理走不通 大家看看 我走到这来了 往下走 跟我历史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就只能说 只要知道这了 我就现在的决策 是依据这来走 对吧 怎么样能达到最优 所以跟我历史无关 我怎么到这的 已经不重要了 我现在的决策 都是为了这个地方 怎么能达到最好的 往后走 怎么能达到最好的结果 怎么到这的 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这也是很多情况下 可以这么认为 就是说 马尔可夫这种假设 在我们假设的时候 做决策的时候 实际上是可以用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很多环境下 我知道现在状态 历史真的不重要 对吧 我知道了现在的状态 这历史信息变成现代状态 那么历史 我用这个东西 就可以就做这个 就全面的这些东西 都可以不用了 用这个就可以预测什么 七加一的状态 后面所有的东西 都只跟这个有关 跟前面的每一关了 对吧 在真实情况 这个假设也是合理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 给大家一个概念 叫做马尔可夫状态 就把我们的状态 更定义 清晰化了一下 我们将来只能关注一个事情 当前时刻 有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状态是什么 有了这个状态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决策 就不用去考试历史 按道理 我们应该是根据历史 我做了什么来做决策 最后就等着到了一个问题 我只要知道当前状态 我就可以做决策了 这样一件事情 好 这有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将表达什么呢 状态对于这个算法的决策 很重要 那么我们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有只老鼠 他之前呢 就是我给他看到 就是亮灯亮灯 拉闸响铃以后 然后他出来吃东西 结果被电了一次 第二次呢 他看到了铃铛响 亮灯 拉闸拉闸 他再出来 吃到了这个奶了 那么第三次 他看到了我们那个 闸拉了 灯响了 闸又拉了 铃又响了 你觉得他要不要出来吃食 他吃食是有可能被电呢 还是有可能吃到奶了 你看你怎么做决策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状态对于决策的影响 假设我将智能体的状态 第一层其前面三个元素 构成的序列 也就是这三个元素的序列 如果我看到这个序列 我要做决策 怎么做 那看到这个序列 我肯定得到历史信息里面 前面是历史信息里面去找 依据这个去找历史信息 有没有相似的场景 遇到过了 我就按那个来做决策 那这个时候 我的决策结果 大家看一看是什么 大家能在群里敲一下吗 一是这个被电着了 二是什么 二是吃到奶酪了 大家觉得是电着了 还是吃到奶酪了 我就把这三个 当做一个状态 到历史里面去找 大家觉得我是电着了 被电 对吧 好 没有问题 那我再问下一个呢 智能体状态 对于每个元素 发生的频率 这个里面 这个发生了几次啊 两次 这个发生了几次啊 这个发生了一次 这个发生了一次 这个发生了两次 这就是它的频率 那么从频率的角度讲 它会得到什么结果 吃到奶酪还是电死啊 大家再回答一下 一是奶酪 一是电死 二是奶酪 就是一是电死 二是奶酪 你觉得这次会吃到 那个奶酪吗 那这次就会吃到奶酪了 对吧 那么第三个呢 我再换一个智能体的定 前面所有的元素 就这四个元素 构成一个区别 它会做什么样的决定啊 有没有决定啊 很显然没有什么决定 从这个例子 就可以看出来 我如果对状态的定义 不好的话 那我的强化学习算法 很有可能就掉坑里 所以状态定义 是强化学习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状态 算到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会在将来 大家运动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 首先要定义的 就是这个系统的状态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问题 在这个任务里面 也让大家大概理解了 状态跟随定义 好 状态定义 其实是有讲究的 有什么讲究呢 状态定义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完全可观测的环境 比如大家下围棋 其实我放这个图 就是告诉大家一个棋类 在棋类游戏里面 下棋棋类游戏里面 我们看到的东西 和整个棋盘的 和棋的那个 你看到的棋盘 你下哪 它就是哪 对吧 你下到哪 它那个状态 你两个把棋盘的 所有的棋子摆放 当做一个二维矩阵 比如围棋 当做一个二维矩阵的话 你下了棋的地方是一 然后张三下棋的地方是一 李四下棋的地方是零 然后没有下棋的地方是负一 那么我每下一个棋在上面 不管是张三李四下 那个棋盘上的东西 是零是一是负一 我是不是都能知道啊 这种状态叫做 完全可观测的环境 就下围棋这样的环境 在这种环境下 我们环境的状态 和什么智能体的状态 和我的观测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我做决策 这就属于一类算法的问题 这一类算法叫做什么 属于马尔可夫决策过程 就是用马尔可夫决策过程 就可以描述这个问题 这个马尔可夫决策过程是啥 我们回头会再去讲 也是我们后面的基石 现在就把它引出来 这是一个马尔可夫决策过程 就是一个完全环境 我都能了解 没有任何细节我不了解 下棋嘛 你下到哪 我所有的细节都了解 对吧 所以这就是你的这个 完全可观测 那么针对他的 还有一个相对的就是 部分可观测的 就是智能体 只能关进到环境的部分 那打麻将是不是 你不可能看到对方的牌嘛 除非是叫听嘛 即使叫听了 大家都叫听了 你看到对方的牌 你也不知道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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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翻开的 还没有去起的牌里面 有什么样的东西吧 所以这就不行 如果你真要做到那种 像那些 在原来的堵侠里面 在那什么 斜金体眼镜 能去偷视的话 那是另外一种情况 大部分情况 打麻将也好 偷地土也好 都是一个部分可观测 你只能看到 大家打出来的这些东西 对吧 别人手上的东西 你是不知道的 那么我要去这里面 成为一个打麻将的 这种 这种 顶尖王者 成为一个主圣 怎么办呢 那你就得去训练 然后去适应 在这种任务的训练 对吧 部分可观测的任务下训练 这是部分可观测的 麻将可不觉的过程 它来描述的 在这个状态下 智能体的状态 显然不等于环境状态 因为你只了解环境一部分 你不是环境的全部 对吧 包括这种游戏也是这样的 RPG游戏 你走到这块 你只能看到这块 除非你都不知道 这就是部分可观测 我们大部分遇到 或者希望解决的问题 都是部分可观测的 像那种完全可观测的 少 大部分都是部分可观测的 比如我刚才说的 电厂 你怎么去控制电厂 电厂内部运作机 你怎么能知道呢 也不知道 内部怎么转换的 你也很难去做 直升飞机的飞行那么复杂 包括你打RT游戏 你能把里面的内部环境 都做出来吧 打星际争霸 都弄出来吗 很难吧 对吧 所以我们说是部分可观测的 是我们要去 更多面临的问题 但是呢 部分可观测的这些 学习问题呢 其实可以认为是这个 完全可观测 学习问题的一些近似 通过一些近似方法 通过完全可学习的 方法的一些近似 通过一些近似 也可以让它成为一些 马尔可夫决策过程 来解决 所以我们这门课 首先我们就要学的是 马尔可夫决策过程 虽然它在真实情况下 很少应用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真实情况碰到的很多 都可以近似认为是什么 是这个马尔可夫决策过程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 完全模型 完全可观测环境下的 这种算法 这两个概念讲出来了以后 实际上是希望大家 明白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我的观测 也不是我的观测 是我的状态定义 其实跟我面临的任务 是有强烈关系的 有些任务 我可以定义的很全面 有些任务我定义不全面 怎么办 对吧 这就是你需要面临的两套方法 但是我告诉大家结论 这个是一类 就解决可观测的 这一类是 这种部分可观测的 但是这一类的方法 都是可以近似的 你认为是 那个前一类方法 所以我们 后面会看到 我们去简单 回顾我们章节的时候 就看到 那你解决方法 还是要用前面的方法 所以的思路是前面的方法 所以我们就要讲这个 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讲 马尔特夫决策过程 作为下降的核心 这就是这个意思 好 讲完了这个了以后呢 我们就讲完了 环境的几个部分 奖励 序列决策 智能体 环境 以及状态 这几个基本概念 希望大家能明白了 这有五个元素 然后呢 我们最终的 需要的是智能体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把我们的重心 放在智能体这个上面来了 那么智能体呢 我们其实它也是有一个 或者多个组件组成的 这里面有三个组件 策略 价值函数 和模型 这上面这句话表明了 这个智能体呢 通常有三个组件中的 一个或多个组 也不是 也就是说智能体 不一定拥有这三个 也有可能拥有其中的一个 或者两个 或者三个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智能体的组 那么这里面三个是什么呢 一个叫做策略 策略就是什么 智能体的行为函数 然后输入为状态 输出为什么 行动决策 就是相当于下起一样的 你看到这个当地习盘 你该下哪个地方 对吧 那么张三和李四 如果他们水平不一样 那他们的 我就认为他们的策略不一样 张三有他的策略 李四有他的策略 对吧 一个好的智能体是什么 我下起的策略 就会有不一样 对吧 我同样看到这个局面 张三和李四 如果他们是水平高低 不一样的话 他们可能下出的结果 可能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策略 他们大脑里的策略 是不一样的 那么价值函数是什么 评估每个状态 或者行动有多好 评估每个状态 或者行动有多好 这件事情怎么理解呢 它其实有两层意思 价值函数可以做什么 当我现在面临一个状态 我有A动作和B动作 可以选择的时候 那么A动作得分高 还是B动作得分高 也就是他们 A动作的价值大 还是B动作的价值大 我就对他们 对这个动作 A状就是当前状态 做这个动作的价值 进行计算 如果能够计算到 A价值比B价值高 那我这个智能体 我就会选A价值 而不选B价值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价值函数可以指导我们 面对当前状况的时候 我怎么去选 我下一个动作 智能体 智能这个价值函数 还有一个 第二个功效是什么 一个选动作 分高低 第二个是分高低 为什么 你有两个智能体 张三智能体和李四智能体 它两个 随着价值 输出的价值越高 那么它就越厉害 随着价值越低 就越不行 所以它可以用来做什么 还可以用来做智能体的 能力的判断 这个我们回头会说的 高低怎么做 我们回头会说 这个理解显得可能有点困难 没关系 但是您能知道 我出于这个状态 我做了这个动作 得到的价值 我出于这个状态 做另一个动作 得到价值 哪个动作得到价值高 我就做哪 这个就是价值函数的作用 至少可以让我选择价值 选择动作 第三个就是模型 刚才说了 我们是跟环境进行交互 那么环境的信息 怎么表达 我们不能说 把真实的系统的东西拿过来 但是我们可能有些时候 有我们智能体内部 对环境的一个什么建模 这智能体眼里的环境 这个我们待会来看 好不好 就智能体眼里 总有个环境 然后他 我做这个动作 他会给我反馈什么样的状态 会给我什么样的reward 这是我智能体里面的模型 要去建模的东西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是智能体的三个概念 现在我们接下来 把这三个概念的数学表达 简单的也了解一下 第一个就是什么策略 策略我们刚刚说了 是状态到行动的映射 这是我出于当真状态来 我下了这步棋了 我不叫下了这步 这是我看到当前棋盘了 我要下棋 我该做什么 这就是当前棋盘 我假设就是一个状态的定义 但是真正的alpha go定义的 不光是当前看到的这个棋盘 还有更多的特征 当做状态 我们现在就把当前的棋盘 当做一个状态 那我看到这个状态了以后 我就要下棋 下哪一步 这就是我的行动 所以你的这个策略呢 就是一个 给握状态了以后 我就可以输出行动 是吧 但是策略又分两种策略 一种叫做确定益策略 一种叫做随机策略 什么叫确定益策略 看见当前状态了 我下在某一个确定的位置 这就叫确定益策略 那么随机策略是什么呢 这是个π 是这个策略函数 π是一个函数 将s印设为a 是动作 s是什么 当前的状态 那么随机动作是什么 这个动作比较好理解 随机动作是什么 随机动作是一个概率 这个π就不再是一个 刚才说的一个印象行业 它是一个概率 它概率是什么 这个π就等待于这样一个p 什么意思呢 当我的状态出于s的时候 我做了这个a动作 大at和st 这个大at和st是表示什么 两个随机变量 这个at表示t时刻的随机变量 动作的随机变量 st表示t时刻的状态的随机变量 小a和小s表示 它们在这个时候的具体取值了 对吧 当t时刻状态是s 去做了a动作以后 我的t时刻状态是s 我做a动作的概率 就是我的策略就这样 t时刻的这个 我看到t时刻 我做a动作的概率 构成的这个向量 就是一个什么 随机策略 就是我输出 只输出每个动作的概率 我并不输出说 给我一个状态 我这个东西输出的 就是一个什么 哪个动作 我输出的现在只是说 这个动作的概率值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这个是给你一个状态 我经过这个函数了以后 我就输出一个确定的动作 下哪个位置 这个呢 是给我一个状态 我告诉你 下到这个位置的概率0.3 下到那个位置的概率0.7 下到这个位置的概率是什么 0 这就是给的是一个概率 它并不告诉你 确定到哪一个位置 但是这个随机策略和确定音策略 用起来的时候 哪个真实情况可以怎么用呢 确定音策略 可能觉得大家很容易下棋 就是随机策略 你给我个随机策略有用吗 对吧 我们就来看一看几个例子 确定音策略 刚才说了 像这个弹球游戏 我每次输出的 要不就往左走一个 这个小杆 要不往右走一个 目标是接住球 然后继续往上看 对吧 这是确定的 每次输出 看到当前一张图像 我就是输出一个动作 对吧 这叫确定性 同时走迷宫也是 我处在这个位置 我要往哪走 这个策略告诉我 我要往这走 这个箭头就是策略 告诉我往这边走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就是一个确定音策略 那么随机策略呢 有这样一个例子 你看 这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灰色 它前后左右的 左右的状态都一样 所以它们两个是同一个状态 我们在这个里面定义 它两是同一个状态 如果在这个状态下面 我学的 我的系统 只能输出一个 就像刚才说的 我只要看到这个灰色的位置 我就输出一个A 比如我就只往这 那么只输出这个A 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没有问题 我会走到这来抓到钱 A成功的过关 但是如果我一旦出于这个位置 或者出于这个位置 大家看看这个游戏 你能过关吗 你的智能体 你会在这个位置 不停的震荡 对吧 如果我的策略是随机的 在这个地方有50%选择 50%选择 我走到这来的时候 这一次可能往这走了 到过来 过来了以后 由于50%的概率 它有可能就往这走了 就有可能能通关 对吧 这种就是在这些位置上 有一些随机概率了以后 就保证我这个东西 有通关的可能性了 如果我采用固定策略 这个东西就没解 就会卡死在这 你的智能体永远学不下去了 永远出不去了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随机策略 也不是说随机策略没用 随机策略也是有用的 就有些情况下 你必须要随机策略 这个游戏 我希望大家能理解 目标就是 我不管放到哪 我最后都要走到这 通关 对吧 如果你走的位置不对 比如说这个状态是这个量 我只在这个状态 灰色是一个状态 灰色是一个状态 你不管走到那个地方来了 我的这个策略函数 就看到了这个S 不管是这个灰的S 还是那个S 反正我就输出一个东西 那你肯定就挂了 不行的中央 这个游戏你就通不了关了 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这个随机策略 其实也是有用的 好 这里面我们就讲完了这个策略 它的里面的第一个概念 策略 也讲了两个确定性策略和随机策略 这是他们的数学的 看见没有 这可以身为这个映射 这个派就是一个什么 概率 就是当改定S 我做A动作的概率 你这个系统 我输出的是一个概率去了 对吧 然后 第二个概念是价值函数 刚才说了价值函数 是用来评估的 评估什么 评估 我现在这个状态 走A步骤 做A动作和做B动作 随着价值高 我就做哪个动作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第二个还可以评估 张三和李四 张三和李四 谁的能力高 也通过价值函数可以评估 这个事情怎么评估 我们后面会讲 好不好 那价值函数的作用 就有两种 一种是评估 我自己一个智能体 我该怎么走 第二个是评估 两个智能体的高低 这就是价值函数的作用 那么价值函数 是怎么定义的呢 实际上是对于 定义成未来累计奖利的预测 我们刚才说了 智能体的最大目标 智能体的目标 不就是累计奖利吗 预测奖利吗 对吧 你的奖利获得越高 那你这个智能体就越好了 是这样一个概念吧 所以我们将 它是对累计奖利的一个预测 然后它的基于什么 它的输入是什么 状态 这是V就表示这个 那个叫做什么 价值 价值这个函数 价值 然后π是什么 策略 就是这个Vπs就表示 你首先告诉我 你要评估张三还是李四 谁要评估张三 好我告诉你张三 在这个状态下的价值 明白吗 所以这个π就表示 你评估的时候 不光说评估这个状态 还要评估谁 在这个状态下的表现 张三和李四 在这个状态下的表现 可不一定一样 有可能是一样 有可能不一样 所以这个价值函数 不光跟状态有关 还有跟你的 策略到底评估谁的 那么价值函数 定义的是什么呢 RT加1 就是从这个状态开始 S状态 你做了某一个动作以后 对吧 得到的奖励 RT加1RT加2RT加3 就是一直到未来 所有的到这个游戏结束 或者什么样的 就是使你的总期望值越高 从当前时刻 未来所有的收益 而我们刚才说了 这就是你的奖励 技术奖励 把所有的收益拿回来 就是你要做事情 对吧 那么你的未来收益越高 在当前状态下 你做的 不管你做什么了 你未来的收益越高 那你这个地方的值就越高 那你这个智能体就越好 是这样一个概念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是一个价值函数 这里面就是把未来的 期望进行什么 累加了 然后这里面 在累加的过程中 有一个伽马值 看见没有 伽马方伽马三 就是为了越位 就是T加2 时间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的未来 为什么要加一个伽马呢 其实是一个 点值的系数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我今年的100块钱 明年100块钱 还能当100块钱用吗 通货膨胀了以后 它可能只能当0.95 0.98来用了 所以你要把它当做收益的话 你只能把100块钱 当98块钱来算 为了现在的收益 对吧 所以这个伽马值呢 就是对未来的收益 一个大值 我尽量看中现在 你要考虑将来 但将来的钱 跟现在的钱 肯定不是一个概念 肯定要打值的 对吧 我就用这个伽马 来模仿这个打值 离我越远 打值得越厉害 因为伽马是一个 大于0小于1的数 大于0小于1的 这样的一个数 它就会 大于等于0小于等于1 说错了 大于等于0小于等于1 这样的一个数 对吧 那它的平方 当它小于1的时候 平方的越厉害 它就衰减越厉害 就越远的 为了对我的影响 就是它的收益 要打折 打得更大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这前面的这个1是什么 是一个期望 期望的意思是什么呢 对什么东西期望呢 因为我从这个状态出去 我可能要走A步骤 走B步骤 走A动作 B动作 C动作 我可能有很多动作 都要走 我这个期望是说 我不管怎么走 我打了N把 从这个状态出去 从这个状态出去 我打了N把游戏 我把所有的把的平均 拿过来 当我的价值状态 会更准确一点 不要说 我这个人到这 正好打了一把游戏 分很高 在打其他把的时候 分都很低 那可能不行 所以这个派的 这个一派呢 是对你这个策略 在这上面打了N把以后 从这个地方开始 打了N把游戏以后的 总收益 进行一个平均 这样会更靠谱一点 那表达你这个地方状态 就不会出现 偏差很大 你是对这个状态 上面的收益 这个智能体 张三就打了很多把 来搞了一个平均收益 这个就能代表 张三在这个地方的价值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函数 这个价值函数定义起来 看起来有点 比较难的是什么 它是对未来的期望 我们现在要去算未来的东西 现在的东西都没算完 就要算未来的东西 所以让大家感觉 强化学习有点好夸张 你要去算未来的收益 这个事情很难 那我们这边课 就是要搞这个难点 你怎么算未来的收益 肯定是可以算的 这就是我们做的事情了 好 讲完价值函数了以后 我们之后就讲模型 模型很简单 就智能体内部的模型 模型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转移概率 就是当于智能体出于S状态 它做了A动作以后 转到SP 你要告诉它的转移概率 你需要有这个矩阵 让它知道 这个系统是怎么内部工作的 第二个是什么 你S状态做了A动作以后 你得到的奖励 对吧 这是第二个要关注的 第一个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红的是一个概率 对吧 第二个这个地方又是一个期望 这个期望是对什么期望 对什么进行积分呢 刚才这个期望是对 这个人打了很多把 打了无穷把以后的平均分 就是未来的累计平均分 来做期望 那现在的这个期望是什么 是系统有些时候 相同的状态 相同的这个动作 它不一定给你的奖励是一样的 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哦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给他加个期望 当做平均的 这样会好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同样的状态 同样的动作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那怎么定义这个点 这个状态 做这个动作的提报呢 那我们就用期望 用它的平均值来代表 就这样的概念 所以这里面又有一个期望 在我们的符号里面 经常会存在的期望 但是期望 对啥的期望 我希望大家能理解 这个是对啥的期望 对这个系统而言 我处在这个状态 我做了这个动作 系统给出了奖励 它如果是一个随机变量的话 那他我就要对他 所有可能性 这个状态 这个动作的 所有给出可能的奖励 进行一下平均 对吧 这是对这个的平均 所以我们用这样一个字母 来区别 R2T加1 R这个字母 用这样的一个字母来区别 对吧 下边表示状态 A表示动作 S动作 S状态要做A动作 系统给的这种奖励 但是在我们很多 真实任务里面 你出于状态S 做A动作 给的奖励总是一个固定值 所以那个时候 有没有这个积分都无所谓 就是很多时候 给的S情况下 做A动作 它就出出了 就只有一种可能性 那这种情况下 这和这是不是 是相等的 对吧 我希望大家能注意一下 我们很多时候 有时候减写这个的原因 是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状态 这个动作 系统总是给你相同的反馈 那个时候就不存在 这个积分的问题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积分拿掉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然后最后强调一下 这个模型是什么 是智能体内部的 环境的真实运作机制 我们不称为模型 称为环境动力学 所以我们这个模型 是智能体内部 用于决策用 可以这么理解吧 模型并不能给我们 一个很好的策略 这个很容易 光有模型 光有模型就能决策 那就不用学强化学习了 对吧 好 这是一个迷宫的例子 来给大家讲 讲清楚 上面设计的上个概念 策略 还有一个什么 价值 还有一个什么 刚才说的模型 我们这个迷宫的例子很简单 就是说我要从这上面 走到下面 人可以动作就上下左右 东南西北都可以做 然后给你的奖励是 你只要走一步就得复合 那我要得到分越高 就是走的部署越少 复的越少 就越厉害 对吧 就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状态是什么 智能体所处的位置 反正这个状态定义就很有意思 图片的定义 我们看 把游戏的时候定义成图片 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智能体所处的位置 比如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状态 对吧 好 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目标也说清楚了 我们的动作是 能做啥动作 奖励是啥 状态是啥 当然我们也能看到 这个动作 如果在这个地方 做这个动作 是不是就会被弹回来了 它这里面 这是环境告诉我们的事情 我们待会在模型去讲 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个概念 策略 策略是什么 给定S的情况下 π输出个啥 我出于这个状态的时候 这个箭头就告诉我 输出了啥 往左走 这就是我的策略 所以这个函数 你给我一个状态 我就告诉你 你给我这个状态 我就告诉你往左 我这个状态 我就告诉你往下 这就是一个策略 这个策略是一个什么策略 这个确定性的策略 你给我个状态 它只有一个方向走吧 只能往这一个方向 它就给你一个答案 没有模糊的 这叫确定性策略 对吧 好 然后呢 讲完了策略以后 我们再来讲 第二个概念 就是价值 价值就是什么 从这个点来说 这个点的价值是什么 是-16 这个点的价值是什么 -1是最高的 对吧 那我们就说 当我处于这个位置 -15这个位置 刚才说了 价值函数不是告诉我 我能取动做吗 我这里面就给大家 价值函数两个功能 一个告诉我 我现在该选取哪个动作 第二个告诉我什么 哪个智能体好 我们现在先展示一个例子 到这个状态 我取 我价值函数 怎么告诉我取哪个动作 很简单 你现在有几个动作可以选 这动作可以选 我取哪个动作 我当然要取 到这边了 到价值更高的那边去 这就是告诉我 可以选择动作 那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离这就更近了 对吧 这就是说 我的价值函数 能够让我去选择动作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去计算价值 第三个时间呢 就是奖励 就是reward 我们刚刚说了 环境给我们的reward是什么 RSA 现在这里面有个例子 就有个实际情况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你只要出于这个状态 往这走 怎么交拿的都是负一 不会有别的 就是你给我一个LS 一个动作 给我这个动作 我一定会得到什么 负一的奖励 所以我的积分 积分 就这个地方的期望值 这个地方就可以不用考虑期望 系统给你的总是一个确定的 没有不确定性这个分数 所以我就没有期望了 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写成什么 这个东西也等于什么 R2 T加1这样的积动表达方式 都是不一 看见了没有 然后系统这个模型 除了告诉我讲的以外 还要告诉我什么 告诉我的转移 这个转移很容易理解 从这个地方 转移到它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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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都可以 那么出现了一个概率 就是从这个状态 到这个状态的概率是多少 25%的可能性 这个状态转移到 这个状态的可能性 25%这个状态转移到 这个状态可能性 25% 这个状态转移到这个状态 因为它不能走 又被弹回来 25%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状态点 它转回左边的状态的 这个可能性是1分之1 转回下面的可能性是1分之1 转回上面的可能性是1分之1 转到它自身状态的可能性 而不是1分之1 4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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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到自身的可能性 也是4分之1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种状态 我们刚刚说了 模型就解决两个事情 做了这个动作 给定这个状态 做了一个动作 会到哪去 给定这个S状态 做了A动作 会到哪去 会到S扁去的概率 我就知道我会去哪 第二个你要给定 我做了S 做了A动作以后的奖励 对吧 这是我们说的 模型给我们的事情 好 到这儿 我们就讲完了 智能体内部的一些事情 讲完了智能体内部的一些事情 我们就可以讲一下 智能体的分类了 这几个概念 我希望大家能明白 就是这几个概念就是 策略价值和模型 这几个概念 我希望大家能够深刻的理解一下 这是智能体三部内部的 不是所有的时候都需要有模型 也不是所有的时候一定要有价值函数 这我们底下就能看到 怎么能看到这个事情呢 这个多个组成 有或者没有的情况 我们就会遇到 就会将它分成这样几种情况 就是在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任务里 智能体的分类 智能体怎么分呢 第一种分类就是基于策略 分析与方法 与学习方法 那就基于刚才我们说的 他们刚才不是说了 有策略里面有价值函数 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吧 有价值函数 它不是三个组件吗 策略价值函数和模型 那么第一种情况 如果我没有价值函数 有价值函数 是不是就可以分类了 那从这个角度讲 算法可以分成一种是 有价值函数的 第二种 我不考虑价值函数 直接策略的 什么意思 我不就是要求从左到右吗 我不需要求出每个点的价值 来告诉我 哪个点价值往哪走 我就告诉你这个地方 往哪走就行了 对吧 所以这是第二种 就是没有价值函数 这个带联在里面 就不需要去算 每个点的价值 来指导我做的 有 这是基于价值的 就没有价值 还有一种方法呢 既有价值函数 也有这个 关注策略函数 这两个合并的 就是AC方法 这是我们回头会要讲的 这一套系统 实际上基于价值函数的 主要是哪些人在研究 就是谷歌的 迪布脉这些人 都是研究基于价值函数的 然后基于策略的呢 谁在研究啊 OpenNI这家公司 所以这个 OpenNI 这两个我简称一下 DeepMind 我就没时间写 我就不写的 DeepMind和OpenNI 都是两个大公司 都是做强化学习里面的 两个主流的公司 很多 很多经典出彩的工作 都是它两家公司做的 但是它两个 技术路线不一样 DeepMind主要是围绕的价值 就是我必须有价值 再有什么 再有决策 这一套呢 其实是从最优控制力来的 而这个 OpenNI的呢 更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 我就是要求个最强策略 我不一定要求有价值函数 对吧 我就直接求策略就好了 我不关注价值 我就像我们现在 深度学习一样 给我一个图像 我不输出一个 往左走往右走就行了吗 那我管它价值 就是输入输出就好了 这就有点 跟我们现在学的机器学习 或者说 有间多学习 很类似的这套路线 这叫基于策略的 它是OpenNI为主的 但是不管怎么发展 它们都会发展出 这种AC构架 就是把这两种 价值有价值的优势 策略策略的优势 合并到一起 才得到了AC构架 这是我们上课会讲的 好吧 那所以这里面也会告诉大家 执行者批评者 是什么关系 这样大家也都明白了 价值函数和个月 是什么关系 好 这是一种分类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是依不依赖模型 有模型和没有模型 很多时候 比如说我们去打 游戏游戏 我们能拿到环境的模型吗 我们通常是拿不到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面临的是 无模型的强化环境 环境算法 但是无模型的算法 很多可以通用 有模型的 DPM这类算法 MDP MDP这种算法的 这种近似 可以认为是近似 所以我们说 算法里面 有一类叫做无模型的 有类是有模型 有模型就能告诉我 我的状态怎么转移 我的这个 奖励是什么样的 这样的一种事情 无模型的 就跟它不一样 无模型的可能 当然无模型也得有奖励 但是它的那个状态转移 我肯定是没有的 我不可能知道 这个状态弄完以后 到那下一个状态 开始是什么样的 对吧 因为我没有真正的 去编写游戏 游戏不是我编的 我只是一个 看到结果去玩的人 对吧 这就是有模型和无模型 把这两个综合在一起 又可以分成 从有模型的 无模型的 看见没有 那么一个是有 基于价值函数的 和基于策略 基于价值函数的方法 就是一类 基于策略的方法 是一类 基于价值函数 和基于策略的方法 可以是有模型的 也可以是什么 无模型的 对吧 那么基于价值函数的 还有这两个都基于的 既有这个 也有这个的 AC AC可以是有模型的 也可以是模型 但是通常我们这个 AC主要解决 还是model free的 这一类的 行吧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 主要任务 还是在解决model free的 有这样的任务 好 有模型的相当一大块 都比较 比较容易了 就不需要用这种 这种东西来做了 你看底下都空着了 对吧 就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好 讲完了这个智能体的 前两个分类 我们还给大家 简介了一种分类 就是根据环境返回的 回报函数是否已值 强化又可以分为 正向强化学习和 逆向强化学习 我们刚才理解的那些 都是正向强化学习 然后没有理解的一些 比如说有些环境 比如说我们希望 像人一样开车 我可能很难拿到 车的这种 撞车的数据 让机器需要学习 你看你这样会撞车 那样会撞车 我只能拿到很多 很好的开车 没撞车的数据去训练 去学习强化学习系统 因为这个里面就没有 这个里面都是正向的东西 没有明确的那种 负向的东西 就没有负reward 他这个东西就不太好学 那么这一类学习任务 就叫做什么 逆向强化学习任务 里面的一种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势力学习 我就可以从专家的 势力里面去学习 回报函数 刚才说了 我就从专家的势力里面 就是从人驾驶的 这里面去学习 这个回报函数就行了 因为人里面已经默认了 隐含了回报 为什么 他开车的目的 就是为了不撞车 然后安全年的到家 所以他隐含了回报 那我们就要通过 这个隐含的这些数据去学习 这种就叫做 逆向强化学习 这是按什么 回报函数是不是已知 才决定了 因为我们知道 回报函数有振有负 有加分有减分项 对吧 但是你真是开车的情况 你不可能把减分项 拿来那么多 减分项总是少数的 正常情况是多数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问题变一下 这是我给他简单介绍一下 在我们这个课程里 不再去讲 展开讲这个事情 大家等学习这门课的知识 再去理解立项强化学习 或者他的算法 会变得非常的容易 好 讲完了前面这几个 我们再就来谈一谈 强化学习的最后一块了 就是我们强化学习研究 到底研究哪些问题 强化学习呢 我们知道强化学习 是一个序列决策问题 它跟那个有间头学习不一样 给我一个样本 我就干一次 给个结论 跟那种无间头学习一样 给我一堆样本我就找规律 把它分类这样的不一样 那么强化学习呢 它是一个序列动作 为了达到最终的目标 对吧 但是这里面有两个基本的概念 叫做学习和规划 序列决策中有两个基本的方法 一个是强化学习法 一个是规划法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强化学习方法 更多的要求环境 通常是未知的 我不知道就像我们打儿态 有些样的 我得不停的跟环境交互 才能做什么 做智能的提升 才能去做决策 对吧 去学习去找到规律 然后来提升它的策略 这就是强化学习的策略 而规划呢 环境模型已知 然后智能学根据模型可以计算 就不需要跟环境交互 就像我们下 其实下棋 下下棋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人家不是说吗 看三步的是高手 看五步的是什么 顶级高手 对吧 你能看到后三步 你就是高手 重举三步嘛 你能看到五步的 就是顶级高手 那么在这个重举的过程 你不是真的把旗带那摆吧 没有吧 对吧 你只是在大脑里去过 没种可能性嘛 但为什么你能过呢 因为你知道下完这一步 后面会是 棋盘会是个什么情况嘛 这个很简单 对吧 为什么简单 你下完那个棋往了一摆 你棋盘的情况不就知道了吗 虽然你没真正摆在大脑里有了 对吧 这就是说像这种情况 我们不需要进行额外的交互 这也是跟强化学习环境 这个任务最大的区别 就是我不需要与环境进行交互 我在大脑里不停的决策 我最后就可以出出什么 一个很好的决策 一条最优就相当一个数的搜索 我一直在我大脑里建了一个数据搜索 这就是学习和规划 为什么会去强调这两个问题呢 待会我们就会看到这两个问题 让我们的任务变得有点不太一样了 学习就涉及到 你既然没有这个模型 那怎么办呢 我就要跟自然界不停的交互 去跟自然界交互 每交互一次采集的那些数据 就叫做样本 跟我们继续学习里面 我们用这些样本 去找到模型的一些 就是这个环境的一些特性 然后去做决策吧 对吧 所以从这个讲度讲 强化学习先要跟环境进行交互 交互完了以后 拿到一些数据了 去猜测模型大概怎么工作 进而做决策 这两个有点像 就是我需要去猜环境 然后还是要做什么 规划 这两个角度来说 这两个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对吧 那么强化学习 这个例子很好举栏 我们打游戏 二游戏 刚才一直用这张图在穿托 在打的过程中 你不就是 有一个环境的内在运作机制 你根本都不知道 你反正只打电面 打了打了 然后你是什么 直接与游戏操纵 操纵游风感 你说操纵 然后你会看到什么 画面 几分数 这就是你们看到的东西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 强化学习做的事情 那然后你那个决策呢 游戏的 越在运行机制已知 他实际上给的这个例子呢 这是从那个 Cever的那个例子 他就说 假设你把这个东西移到这一面 下一张画面你也吃 下一张画面你也吃 然后你就在大牢里面 就是你给定 当前状态 做一下动作下面的状态 与动作分数 很可知的情况下 我就在大脑里不停的搜索 不停的搜索 不停的搜索 都不用与环境交互 找到一个最优的 基础处搜索 比如基础处的 找到一个最优的节奏 这就是规划 对吧 规划它不需要与环境交互 强化学习是一种什么 试错的学习 更强调与环境不停的交互 所以它跟这种序列决策过程里面 另一个任务就规划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先要把序列决策的 两种基本任务 问题说清楚 一个是强化学习问题 一个是规划问题 如果你的场景模型都知道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规划问题 规划问题有对应的解法 强化学习有我们对应的解法 有这节课对应的解法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希望大家能描述 能理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和普通的规划问题 有什么不一样 好 那么既然面临的问题不一样 强化学习有它的特点 强化学习的特点是什么 是一个试错的学习 需要从环境里面去交互 去找到更好的策略 在交互过程中 不要损失太多奖励 什么意思 你别说我要交互的过程 比如说我要去训练一个车开车 在交互的过程中 我的车老壮 训练车开车吧 就自动驾驶这样的 我老训练它 它老壮 你这个成本代价太大了 你也不能这样 你总是要节约成本 就是不能损失太多的奖励 不要老得reward 都负分 负分的那成本太大 在得振分的情况下 同时找的更好的策略 在这个角度讲 强化学习就会面临两个问题 一个是探索 一个是利用 为什么 我们要跟环境去交互 交互探索就是找到 探索这里面有个定义 就是探索 主要是发现环境更多的信息 便于我们说 你们找到更有的 你就探索的越多 才知道哪个里面 哪个更好 对吧 利用呢 就是用已知的信息 我已经探索了这些信息 目前已经知道的信息 去做一个最好的角色 这叫利用 那么在一个很小的问题 比如说你要求解的这个问题 解空间很小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把全部都探索完了 所以探索的利用就无所谓了 你全探索完了 当然好了 那一定能找到最优解 但是当你的解空间 特别庞大的时候 比如我打 星际争霸的时候 那么大的解空间 所有东西的操作 组合可能性有多少种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这种 可能性都探索完 那这个时候 我到底要探索多少 是全部都探索呢 找到最优结束呢 还是边探索边利用 利用也有信息呢 能做一个很好的决策 就够了呢 所以这里面就需要你去平衡 探索的很多 可能你浪费了很多时间 找不到很好的解 光利用呢 利用能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解 但是可能不一定是最优解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怎么说呢 我们来 当然我们最后说探索和利用 是要绝合的平衡的两方面 这句话我们最后来说 那举个例子就是 去饭店 探索和利用 我觉得这个例子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下面两个例子都不是特别典型 这个例子最典型 利用什么意思 利用我已有的这个吃货的经验 我知道我要去那家 一定是什么 很好的 这是我历史经验里面很好的 但它是不是全北京市最好的 未必 所以我如果要去找北京市最好的 我可能要做一件事情去做探索 我去下一个馆子吃 去我之前没有去过的馆子 但是就会遇到一个可能 你去那个馆子吃 可能会遇到什么 比你现在之前吃过的馆子 都差的这种情况 当然也有种情况 可能比你现在的馆子更好 对吧 所以这就是有成本的 探索的成本就是什么 你可能获得更差的结果 那么利用的成本呢 你获得了一个还不错的结果 但是它未必是最优的结果 对吧 所以探索和利用这两个事情 你需要去平衡来考虑 这两个方面 所以这是我们墙外学习 需要面临的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能够去理解 就是我到底做多少探索 我要平衡我的算法 在有限的时间下 我要平衡我的算法 探索和利用之间的关系 是我们一直要考虑 探索就意味着 我要采集更多的更多的样本 利用的是说 我就要用这些样本去找的更好的决策 你光探索 你利用就会很低 为什么你老探索新的 没有从这里面找到规律 老利用呢 你就只用你已有的数据的话 那你可能不一定是最优的 所以你要平衡探索和利用 这是我们墙外学习 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然后我们讲第三个问题 刚才讲了 讲了两个问题 现在我们讲第三个问题 预测和控制 前面两个问题先告诉我 你了那个 什么叫做 墙外学习 什么叫做规划 因为墙外学习是要试错 有了试错 我们就会涉及到探索和利用的问题 你要不试错 你就没存在探索和利用 你就搜索就好了 探索和利用 这里面就有这样的问题 对吧 然后探索利用 我讲完了 我们还讲前后学习 真正我们算法里面 要考虑两个问题 就是预测与控制 预测就是评估未来 其实我们刚才的价值函数 就是在做预测 这个时候 我们通常给定的是什么 预测任务 在这里面又叫做什么 评估任务 也叫做评估 它是什么 对以给定的策略 进行一个描述 比如说张三和李四 我们预测任务 更多的是 你给我张三和李四 我告诉你谁更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要计算出张三 打完这笔能得到分 其实就是预测 预测他能得到分 然后你把李四给我 我也能预测 李四能得到分 对吧 这就是所谓的预测任务 那么控制呢 我现在张三已经是一个 小白级玩家 我希望他能从小白级 变成初级中级高级玩家 那么这个通过控制 就是优测了 让小白变成大拿 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控制做的事情 但是你要从第一层层 往上搜 你必须首先要对什么 你自己当前处于什么阶段 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你现在是小白 还是初级还是中级 还是高级 那你就要有预测 有了预测了以后 你就可以慢慢的去做什么 控制 就是优化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预测有些时候也叫评估 控制有些时候也叫优化 就是评估 就是告诉你 现在你有做干的怎么样 优化就是告诉你 怎么去变得更好 变得更好的前例 我现在知道 我自己现在是怎么样 所以这两个任务 是相关的任务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好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来说一下这个 这个预测任务和评估任务 这是一个奇班的意思 这个格子里面 就是你不管 你放到哪个格子 你就去走 当你走到A格的时候 你就会自动的 跳到AP这个位置上 然后你会得到10分 当你走到B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会走到B撇的位置上 得到5分 其他位置你怎么走 一分不得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我们现在的策略是什么 像这个人 这个人的水平是什么 他只会随机走 不管什么 他也没有什么 在这个位置 我就25% 往上25% 往前 这是一个张三 这个人显然 这个张三显然不是最优的一个人 他走的 他走一圈肯定得到分 他走10个小时 得的分肯定不会高 对吧 那么呢 他走一圈了以后呢 我们就对张三这个人进行评估 张三这个人 我们刚刚说了 这个B派S 要给定张三 对吧 然后再给定每个状态的价值 那我把每个状态的价值 算出来 位置都有价值 那显然这个位置价值很高 对吧 我走到这个位置 我可能将来就能得8分 对张三 有了这个价值函数 我们就可以 张三就可以知道 我怎么去走 至少张三是这么走 这是他的这个价值函数 所以价值策略在这里面体现出 我把张三的价值都体现出来了 将来我就 到这个价值 我就知道张三下一步会怎么走 因为他到这一步的时候 他肯定会往这走 这一步的时候肯定会往这走 为什么 他会往价值高的地方走 在这个状态也就是 他肯定会往这走 做这个工作 好 这是叫做价值 张三的价值 张三就是这个派 S就是每个位置的价值 那么我们来看看 一个最优价值 他可能是这个走这个格子 这件事情的大师 他的价值函数长什么样 如果你让他走到这个位置来 他可以得24分 就是他价值是未来的收益 预期收益嘛 累计收益嘛 他可以得24分 张三走到这个位置 只能得多少 得8.8分 那很显然这个人 这个人 这是他的策略 这就是这个人行动的策略 就不在随机的 他到这个位置 一定会往这走 他到这个位置 有可能往这走 有可能往这走 这个在这个格子里 你看他的概率是 上50% 这50% 到这个格子里 他往这边的概率是50% 其他方向是 这个是50% 不是100% 其他方向是0 对吧 这个是这两个方向 都有50% 对吧 这个人如果按照他的策略 这是他走路的策略 张三走路的策略是啥样的 画在每个格子里 他的策略长啥样的 随便画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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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他的策略 你看我们顶尖高手的策略 在每个格子的策略 在这个位置的策略 他就只有一个策略 往这儿走 跟张三的策略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吧 跟张三的策略 完全不一样 这个顶级高手的价值 你看他获得的价值 出会比张三高 显然这就是一个 更有加 就是这个人的价值函数 这个人的价值函数 这个V星 是一个人 这是星 代表的一个最优的人 最厉害的人 他的价值函数 比刚才那个V派 张三的那个价值函数 在这个位置上 是不是要高很多 意思就是说 从这个位置 这个星 星星这个人 最优的这个人去走 他一定能得到24分 而张三在这个位置走 只能得多少分 8点几分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这个人一定会比 这个人怎么样 一定会比这个人 大拿厉害 对吧 这里面会有负分 到时候我们去算 这个价值函数 怎么算出来的 我们下回课 会去给大家讲 怎么算的 现在我们就假设 有这么个价值函数 大家记住了就行了 这里面的这个价值函数 应该是每走一步 有一个-1分 你只要挪动了 就有-1分 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回头 我们再去看一看 这个格子例子 有这个例子 我们回头再去仔细看 这个例子 但是现在我就告诉你 我们计算出价值函数 价值函数的作用 就可以去评估 评估张三这个人 站到这个位置 能得多少分 那么在有限的时间里 他能得多少分 这就是他能力 这张价值函数 就反映了张三这个人的能力 这个价值函数 就反映了V星这个人的能力 那么V星这个人的决策呢 他不再是一个 上小主要的随机决策 他是在不同的位置 就有决策的 当然他这是也是一个 叫什么 随机 随机性的那个决策 不是一个确定性动作吧 对吧 它是一个随机的 我们刚刚说了 你的那个策略 有确定性策略和随机策略 那很显然这个 星这个人是一个随机策略 对吧 他俩都是随机策略 只不过这个张三的 这个随机策略 这个随机策略有点低效 这个星型的这个人的 随机策略比较厉害 对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价值函数 最优价值函数 然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价值函数 所谓的最优最厉害的人 他应该是 他在每个位置上得到的分 都比那个人厉害 那就是最优的函数 对吧 他对应的策略 所谓的策略就是 他到这个位置 他就应该往高了走 这个位置就应该往高了走 这样的策略 就应该是一个什么 这个最优策略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事情 至于最优价值函数最优策略 我们下节课有详细的数学描述 包括这个格子的推导 我们也会到下节课给大家推导 好 讲到这里 我们就讲完了这节课 这部分的内容 前面的五个部分 什么是强化学习 然后基本要素 然后这里面的智能体 以及智能体的分类 以及强化学习问题 已经讲完了 最后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什么课 我们什么课 主要是要讲强化学习 刚才说了分八章 这一章是强化学习的基础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一个 有限马尔可夫角色过程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完全可观测的环境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这个东西 是可以去建立 建立很好的 对这个强化学习问题 建立一个很好的模型 就是我们面临的世界 是一个什么样 一个很好的模型 然后把它用在 动态规划这个任务上 把它用在 中央规划任务上 去获得一个求解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任务 把这个动态规划任务 这两个东西连累起来 让我们对强化学习 有一个最简单 最理想情况 环境下是怎么运作的 然后呢 再把它用到这种无模型 就是我未知 我不知道 我跟环境交互的时候 我不知道环境 是什么样的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可以认为 是他们的一些近似 所以我们先讲这个 最标准 最直接 也是最完备的一套理论 然后把这些东西 都建立在这套完备 这些部分可观测的 这些问题 无模型的问题 价值在这个任务上 然后我们就更容易理解 无模型的预测和控制 预测我们刚才就是评估 控制就是什么 优化 就这样的任务了 然后呢 我们再去把这个预测和评估 里面那个价值函数VPS 把它用神经网络 来进行改进 就得到了我们鼎鼎大名的DQN 什么 就是一个深度的 有些网络 这就是我们前面要讲的内容 然后我们会学 这是OpenEye 这是DeepMind 前面的 所以这部分我们会沿用Saturn的 沿用CVR的那个教案来做 后面呢 就是讲什么 讲的是OpenEye的工作 他们是从策略的这个角度讲 他不用价值函数 在策略梯度里面 是跟价值函数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当然到最后他们发现 价值函数结合起来 性能会更好 就讲了后面的这种执行者 AC的一些改进 AC Triple和PPO 这样的一些改进 这个PPO是现在最经典的方法 现在大部分算法 应用里面 各种其他领域里面 都在用PPO 就这样的一个概念 最后我们还讲一个DDPG DDPG是对这个里面的 QLearning算法的一个升级 这个逻辑关系是什么呢 QLearning只能解决 一散的动作 就是我做的动作 只能ABC里面选一个 而连续动作是什么 我这次输出的这个区列呢 是一个连续的 我的比如说我要取一个值 我这次动作就是取一个值 这个值到领域之间都有可能取 那它就是一个连续动作 对吧 而不像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格子的 那个打那个 X2C左右 所以这里面动作 有几个分类的话 一个是连续 一个是离散 一个是什么 确定 一个是随机 这两个 这几个概念 我希望大家区分看一下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 这门课的教材 这是Sutern的这个经典教材 以及这几个参考书 都可以写在这了 包括这里面的 我们的David这个course也有 然后这个伯克利的 这个就是托宝埃的 这个是可以认为是 这个Beepmind的代表 然后中文的有周波磊的 这个视频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课程就讲到那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